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弹委会主席阿桑巴基指出 吉打西土开采弊案的调查不受任何人施压 也不被中选影响 纽西兰奥克兰市中心发生枪击案 造成三人死亡 十人受伤 没有大马公民受牵连 首相达特斯亚诺因越南总理范明镇的邀请 与夫人达特斯亚诺因阿基佐前往河内展开为期两天的官方 首相见证了两国商会代表 以及两国外交部签署谅解备忘录 并表示大马与越南建交五十年 有着非常良好的双边关系 官方期间 首相对越南和该国人民从反殖民主义时期至今 所经历的艰辛和斗争表示钦佩 因为对着和实力的担任和人家 您已经成为十分成功成功 在几年 地区域团建立了一局 一个国家很重要的在阿兴 而还没有生购过离弱他们的 但是现在已经能够成立 首相阿諾出席由越南总理范明正 在政府办公厅所设的官方晚宴后 这么表示 陪同出席的包括外交部长Dr. Shri Zamri 贸易及工业部长Dengu Zafru 以及外交部秘书长Dr. Shri Amran 此外 两国领导人结束双边会议后 见证大马全国总商会 与越南工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同时 也见证大马与越南联合委员会 第七次会议记录文件确认签署议事 这份备忘录是由两国外交部长代表签署 根据行程 首相今天将出席大马越南商业论坛 随后再与旅居河内的大马人交流 接着 首相会在国会大厦与越南国会主席 王廷会会面 参观书接 以及在努耳清真寺旅行周五祈祷 越南是首相阿诺自去年11月收委为首相以来 访问的第八个东盟成员国 同时是大马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 并在去年成为我国第十大出口目的地 而我国则是越南第九大贸易伙伴 就在六周周旋来到之际 首相达德西安诺与前首相 丹斯姨姨姨姨定为争取肯执名支持票 而互相指责对方在豁免肯执名债务的课题上撒谎 昨晚 首相更出示相关文件 立正自己已签署注销联邦土地发展局 肯执名数十亿令吉债务 并因此要求姨姨定道歉 根据财政部昨天发出的声明 金融服务储备账户分配协议 涉及九十九亿令吉的联土局政府担保 旨在通过发行伊斯兰债券和循环信贷重组贷款 以恢复联土局的财务状况 这三页金融服务储备账户分配协议文件检释 安华是在六月二十六号代表政府 与时任联土局主席丹斯·伊德里斯·杜索 和联土局总监德德·阿米如丁·阿布图萨达 共同签署有关协议 财政部同时证实 透过二零二三年财政预算案 已经在本月十八号支付首笔九亿九千万令吉的款项 也是财政部长的安华表示 国盟在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财政预算案 并没有拨款来解决和注销联土局肯殖民的债务 只有在二零二三年昌明大马财政预算案中 政府有发放九亿九千万令吉的首批拨款 以注销联土局肯殖民高达八十三亿令吉的债务 日前 安华在出席联土局活动上指出 摩西定政府过去曾宣布 将注销联土局肯殖民八十三亿令吉贷款 不过此举从未落实 摩西定为此与首相隔空交锋 互相指控对方诽谤 甚至向安华发出律师信 以及挑战安华出示证据 随着六周周选将至 近期却传出反贪委会会因此加速调查 击打稀土开采弊案进度的说法 针对有关谣言 反贪委会主席 Dansri Azambaki 作出驳施 强调没有人施压 无论有无周选 也不会影响当局对待政府行政机关 贪污和滥权的问题 江世中秉持如有依据就会撤查的态度 江世中秉持 Azambaki 在出席反贪计划 反贪委会与东区媒体有约后透露 反贪会正在寻找书名来自中国的证人 已駐查涉嫌投资该稀土开采活动仪式 截至十九号为止 有两名嫌犯已经被逮捕 并已经向十五人录取口供 当被媒体寻击打这部大臣 Dadusri Muhammad Sanusi 是否已经被传照入共时 Azambaki回应指出 凡是涉及案件的人士 皆会被传照入共 协助调查工作的进行 Azambaki 在出席反贪计 Azambaki 表示 目前已经传照的陆共人士 都是来自涉嫌该弊案的几打州大臣机构 和私人公司人员 过去五月 雪州智库达鲁一山研究所IDE 对五十六个州议席的一千六百九十三名选民 展开民调 资料显示 西蒙和国阵的受落度高于国盟 超过百分之七十受访者表示 将在来临州选中 逆停西蒙 根据调查显示 百分之五十八的受访者 将在州选中 会投选给作为团结政府 一员的西蒙和国阵 而会投给国盟的雪州选民 只有百分之十六 在 Selangor里面 民调也发现 有69.1%的受访者 对首相达到需要安华的领导 持正面看法 并有73.4%的受访者 对首相的领导持正面评价 根据民调 78.9%选民期待出门投票 以及68.5%的首投足期待投票 在过去的第十五届全国大选 学州的投票率达78.6% 日前 柔佛西加墨一所学校校长 被指控编伤学生 导致学生心里留下阴影 而不敢上课 教育部长法德尼纳指出 该部已全权将此事 交由相关执法单位调查 并会实施干预课程 包括为相关教师和学生 提供社会心理支援 如果真相指控属时 该部绝不会对此妥协 宣教育部长 法德利娜是在光拉避牢出席森美兰 州籍昌明教育迷你嘉年华时这么表示 她保证该部将调查透明 任何行动将取决于调查报告 另外教育部副部长林慧英泽表示 该部拥有教职员惩罚指南 校长也有权利鞭打学生 不过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鞭打 由于目前还不晓得事件的来龙去脉 因此教育部官员将会前往调查 较早前有报导指 西加墨利鸣达一间泰米尔小学的学生 因为没有完成功课 而被校长鞭打至身体和脸部受伤 学生因为心里留下阴影 不敢上课而揭发此事 尽管部法分子处刑几率 设法走私赚取聚而利润 但还是逃不过执法人员的罚眼 今天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期间 关税局在巴生港口展开取缔行动 充公数个货柜的走私香烟和啤酒 市价加逃税额超过三百九十一万令吉 关税局中区执法组主任黄运祥指出 当局共洗货四百一十一万两千两百只走私香烟 市价大约三十二万八千九百七十六令吉 加上税务 总额超过两百七十四万六千九百四十九令吉 他表示当局已传照乘运货柜的货运公司代理问话 并要求出示与案件相关的证件 进一步展开调查 黄运祥表示 关税局执法人员是在上个月十五号 在巴生北港截查数个货柜 根据报官表格承报 有关货柜原本是运在实纸行 然而 调查后发现 被充公的货柜报官表格填写综合货物和储具用品 但里面却掺杂走私香烟 准备运往澳洲销售 当局援引1967年关税法令第135条 一款A项条文进行调查 Strateg blessed 假设计哦 是 轻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生有一万种活法 但只有心存热爱 才能来日方长 在理想与现实 工作与生活 理性与感性的挣扎之中 青年们究竟如何 在自己的行业里寻找答案 纽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市中心二十号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十人受伤纽西兰当局指出这起枪击案不会重新的枪击案 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斯特表示这起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 另外十人受伤其中包括两名警员 事发当时 枪手持着一把蹦动式线弹枪进入工地 边走边开枪 接着枪手到达大楼的高楼层后躲进电梯警道 并在与警方交火不久后被发现已经死亡 警方目前还在调查枪手是否自杀身亡或是在交火时被打死 以及枪手的干案动机 由于这起枪击案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因此 纽西兰当局与国际足联主办方进行讨论后 宣布女足世界杯赛事继续进行 十九号 南非最大城市核经济中心约翰内斯堡市中心 疑似地下管道发生爆炸 导致大陆路面面积坍塌 超过二十辆轿车被掀翻 造成一人死亡 四十八人受伤 具体的爆炸起因还有待调查 当地时间十九号晚上的高峰时段 约翰内森保市中心一条街道突然传出巨响声 随后路面便出现塌陷 受影响路段的二十多辆轿车 应受到爆炸冲击或道路塌陷影响而侧翻及轻覆 有目击者表示 强烈爆炸后散发出化学气味和溢出蒸汽 有的轿车甚至滑进爆炸造成的裂缝中 约翰内斯堡市政府表示 这起爆炸影响了当地五个街区 由于担心发生第二次爆炸 以及存在建筑倒塌的隐患 因此 有关当局已经将居民从事发地区疏散 当地政府表示 这起事故疑似地下瓦斯爆炸所致 但目前还不清楚是来自该座城市地下管道的泄露 还是来自其他未确定的来源 初步检查并未查明爆炸原因 因此 专家们还在寻找具体源头 好的 以上是这节新闻的所有内容 我是黄文柔 感谢收看 Salam Malaysia Madani 再会